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o 蔣偉文 今天要介紹兩道非常簡單 而且營養的親子料理 那今天呢 我們會使用到 樂樂Q貝的方塊型的奶粉 可以取代脂肪比較高的煎奶油 裡面有豐富的DHA 還有鐵 以及鈣 對幼兒人都是非常的營養的 好 那我們今天使用到的是非常漂亮的 這個鮭魚的飛獵魚排 一歲到兩歲的小朋友 那這黑胡椒使用上可能就要斟酌一下 我們先加點橄欖油 那因為是給小朋友吃的 所以洋蔥用熱油把它炒過以後 它的辛辣味也會降低 接下來我們就把火打開來 開始要把它煮滾 現在我們就要使用樂樂Q貝方塊型奶粉 那這個方塊型奶粉呢 它每一條裡面會有五塊 每一塊呢是搭配大概40cc的水 只要鹽的虛線把它撕開 就可以使用了 今天調味料會使用到味噌 還有味苓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味苓 放到味噌裡面去 奶香山藥燉鮭魚 就是要這種奶香的味道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加入 我們的奶香的湯頭裡面去 把我們今天主角鮭魚放進去 還有蘆筍 好這邊用小火燉煮的同時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道甜品 那就是我們的肉桂蘋果牛奶米 那今天這道料理 我們也會使用到樂樂Q貝方塊型的奶粉 總共用到兩塊 待會我們怎麼使用 再介紹給你看 好我們先把這個蘋果把它炒香 好這裡面呢不需要加什麼油 直接把蘋果放進去 好蘋果差不多也軟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加水進去 然後呢我們把我們的白米飯放進去 這裡面燉煮的同時呢 我們就可以來製作 我們今天的這個方塊奶粉 裡面使用到兩塊方塊型的奶粉 一樣我們加入大概80到100cc的水 那這一條方塊型奶粉裡面有五塊 我們剛剛使用到兩塊這裡面還有三塊 我們直接的把它捲起來 那待會呢我們可以把它泡成牛奶 來搭配我們的甜點 這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牛奶加進去 然後我們把今天的果乾把它放進去 肉桂粉就要斟酌一點嘛 增添它一個香氣 這樣子我們的很好吃的 肉桂蘋果牛奶米就完成了 好那做完這個甜品呢 當然我們要使用剩下來的這個方塊型的奶粉 來泡一個牛奶 讓小朋友增加營 現在我們就把水加到120的顆度 它很容易就溶解在這個溫水裡 那這樣子就是我們做好的牛奶 那今天介紹這兩道親子的料理呢 非常適合爸爸們在假日 大展足以一番 跟親子呢 共享非常愉快 而且開心的時光 那最主要是又美味又營養 爸爸們加油